这个其女子就是张作霖的武姨太张寿义 1898年张寿义出生在一个破落小院里 她的出身并不光彩 那个封建的时代 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 其父亲是黑龙江驻守的将军袁寿山 袁寿山是满族人 身份比较特殊 是明末抗清明将袁崇焕的后代 地位显赫家中自然是妻妾成群 张寿义的母亲是袁寿山养在府外的外侍 外侍就像是小三一样的存在 见不得人的 但袁寿山十分喜欢她 生下女儿后二话不说把她带回府里 想着主母性子端庄温柔 虽不乐意 但肯定不会苛责他们娘俩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主母一贯会伪装 袁寿山在家时就笑咪咪地拉着兽义母亲说话 俨然一副好姐妹的样子 可袁寿山一离府 主母就卸下来伪装 像使唤婢女一样让兽义母亲做一些脏活累活 八国联军清华爆发 沙俄屯兵几十万直指东三省 袁寿山作为黑龙江的守城将军首当其冲 但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 他们根本无计可施 看着沙俄就要濒临城下 袁寿山心中十分悲凉 一想到这座城市将会在他手下失守 实在良心难安 在城墙之上 袁寿山含恨自稳以身殉国 好在最后援兵到的吉时 才得以守住城池 奈何袁寿上下乱成一锅粥 母亲带着三岁的寿意 在袁寿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祖母的刁难 下人的冷落让他们苦不堪言 张寿意母亲性子十分坚强勇敢 先前能忍耐祖母的刁难 是因为自己本就是个外事入门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现如今 当家人袁寿山都已经死了 留在府里就是自讨苦吃 不愿意孩子陪他吃苦 索性直接带着寿意搬出原府 母亲让张寿意改随母姓 回到奉天老家投奔自己的兄弟 姐弟二人年少时十分亲厚 战乱之时 也没有把张寿意娘俩拒之门外 渐渐的母亲发现 弟弟的日子也不好过 再多加上他们这两张嘴 恐怕坚持不了几天 最后母亲还是带着张寿意 离开了娘家 去原来的戏班里打杂 母亲是一个十分有想法的女性 清楚这个时代 女性的地位有多低下 只能依附着男人讨日子 她不愿张寿意 成为只知道争宠的无脑女子 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主见的人 于是在西班子里正前供寿意上学堂 寿意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学东西非常快 而且还很勤奋 在母亲的培养下 愈发的知书达理 落落大方 1916年 18岁的寿意 顺利地从奉天女子师范学院毕业 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谢 站在台上落落大方 言语间不卑不亢 众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张作霖作为学校请来的嘉宾 刚好就在台下 张作霖的武艺态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 受益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充满知性美的受益 对张作霖有种致命的吸引力 她紧紧地盯着台上的女子 越看越觉得喜欢 毕业典礼结束后 张作霖派人把校长找了过来 打听受益的情况 校长置物不言 张作霖听到受益 竟还是袁寿山的女儿时 稍稍诧异了片刻 作为将军后代 却只能跟着母亲生活在西班里 想来日子十分不好过 二话不说就去提了亲 张作霖本以为这次提亲 会拉扯很久 毕竟她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 家中还有四个姨态 对于知识分子受益来说 短时间内肯定难以接受 她已经做好了死缠烂打的准备 却没有想到 受益竟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受益是个聪明的女人 很清楚这段婚姻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年少时过得十分艰难 嫁给张作霖后 母女二人日子能更好过一点 退一步而言 张作霖作为东北王全是滔天 就算是自己不同意她也会用强 一来二去场面也会闹得十分难堪 还不如索性顺从一点 借着她的权势也能更好地活下去 就这样受益成了张作霖的五姨态 很多人都为她惋惜 觉得做一个小妾太过于屈才 可是人没有想到 即便身为一个妾室 她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张作霖年少时家境贫寒 没有钱让她去学堂读书 这一直是她的遗憾 所以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 对于年轻貌美 又有学识的兽艺更加宠爱 兽艺之书达理 将她带在身边十分有面 所有需要夫人出席的大场合 张作霖就会带着兽艺前去 有时候还会带着去视察军营 她没有什么文化 每次在军营发表讲话时 都用一些五大三粗的词枣 看着身侧的兽艺张作霖突发奇想 转头说道 来都来了 你也跟他们说两句 让他们看看读过书的人 是什么样子 兽艺愣了片刻倒也没拒绝 站在高台之上 俯视着台下的士兵 心中澎湃又毫不怯场 将士兵大肆褒奖一番 还讲述了自己父亲 以身殉国的事情 台上的士兵听罢 纷纷红了眼眶 张作霖十分满意兽艺的表现 也肯定了她的本事 回府之后开始对其放权 把府中的大小事物 都交到了兽艺手上 府中无祖母兽艺 就担了祖母的职责 因此也被称为兽夫人 张作霖老婆多 孩子自然就多 兽艺一人就给她生了四个孩子 更别提先入门的其他仪态了 兽艺持家有方 把这一个硕大的张府 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园府的时候 母亲低下的身份和地位 没少被当家主母欺负 所以受益当家后 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儿女 妻妾们都感念着她的恩情 内心十分尊敬 张作霖十分开心 有这么一位贤内助 对其愈发宠爱 二人如交四妻 情色和名 本以为张作霖年近五十 便不会再往府里添人 可好色的她 并不是个老实人 1923年 张作霖认识了个叫马月清的戏子 戏子生得十分好看 张作霖一见钟情 算命先生还说 此女子有望夫之命 十分信奉风水玄学的张大帅 听完这话大喜过望 想将这个戏子带回家中 但他对兽艺的感情也是真的 生怕这我武艺太不开心 兽艺不仅持家有方 还欲富有道 对于此事并没有阻止 还主动把马月清迎进了门 使得张作霖对她更加愧疚 只能在别处补偿 临危不乱地受夫人 时间来到1928年 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凤天 乘坐的车在经过金凤铁路交汇处时 遭到日军的袭击 狡猾的日军提前在此处埋下了炸药 张作霖等人毫无防备 身受重伤 这就是著名的黄孤屯事件 爆炸发生后手下连忙救出重伤的张作霖 可还是晚了一步 众人回到奉天张府之后 张作霖已经奄奄一息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吊着命 见到兽艺那一刻 张作霖赶紧嘱咐道 兽艺快去通知小六儿回来 要不然就完了 说完这句话没多久便咽了气 张府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只有兽艺临危不乱 立刻派人去通知小六儿 也就是张作霖长子张学良 之后把张府上下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 说出自己的想法 眼下日寇当道 大帅生死的消息 绝不能透露出去 我们必须合伙而给他们唱一出戏 等到小六儿回来主持大局 张府上下密不发丧 像往常一样该干什么都干什么 仪太们聚在一块儿打牌 听曲儿 兽艺则是打扮的画质招展 农庄艳抹地应对着来打探消息的报社 这下众人全都迷糊了 看来张作霖伤事并无大碍 要不然他的亲眷们怎么能这般冷静 看不出一丝伤心 一时间 张作霖并无大碍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他们明明已经设下埋伏 为何张作霖还好好的活着 日本人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 可张作霖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 使得他们不敢孤注一掷 日本人坐不住了 派出其中一个日本官员的妻子试探 这个妻子还是收以昔日的同装好友 手艺依旧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接见日本人派来的好友 也十分清楚日本人打的算盘 他领着那人来到张作霖的房间外 屋内传来一台唱曲儿 嬉笑的声音 还特意开了瓶葡萄酒 准备和日本夫人庆祝自己丈夫大难不思 夫人回去和日本人说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日本人对张作霖还活着的消息深信不疑 张受益与打探消息的人苦苦周旋数十天 终于等到了张学良归来 接手了父亲手中的兵权 受益等人一下子泄了气 想到过去的张作霖 众人心中一片悲伤 直到张学良兵权稳固 为张作霖发丧之际 日本人才发现自己中了受益的圈套 然而张学良已经稳固了局势 现在发兵就是两败俱伤 日本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直至三年之后才敢一点点试探 并最终发动九一八事变 对东三省下手 虽然东北还是沦陷了 但正是其女子张受益在其中周旋 得以将沦陷的时间拖了三年 相信若张作霖权下有之 定会为当年娶了受益而感到骄傲 受益的事迹像是任正明了 巾帼不让须眉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她欲是不慌张 镇静自若 实在是让人佩服 这世上还有着千千万万 如同受益一般坚韧的女性 女性拥有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丝毫不逊色于男性 不要轻视你身边的女性力量 在家里女性也可顶半边天